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热巴首次挑战孕妇角色 笑柱说出一句话 导演脸都变了 太可爱了 相信最近很多小伙伴都有看迪丽热巴的三生三世诊上书吧 这部剧在还没播出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关注了 毕竟剧可是十里桃花的姐妹偏离 凤九和东华帝君的感情线也是在十里桃花里就有很多人喜欢了 而这次的诊上书也算是没让大家失望呢 而三生三世诊上书已经在前两天正式收官完结了 相信大家还是有些舍不得的吧 毕竟这次的结局其实不算是让人很满意 凤九和东华帝君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婚礼 而且预告凤九一家三口的片段也没有在正片中播出来 难怪大家会觉得是失望呢 但是不说剧情 热巴在这部剧里还是做了很多的新挑战的 因为在后面的剧情里凤九已经怀上了白滚滚 这可是凤九第一次挑战怀孕的角色呢 虽然热巴演过的角色是很多 不过孕妇还是第一次演呢 而且官方近日还放出了热巴怀孕的一场戏份 花絮里的凤九在人间开了一个饭店 做起了老板娘 而且还在贵寺上畅快地吃起了东方呢 不得不说真的是很可爱了 而热巴的肚子也是非常明星呢 看他摸住肚子的样子 和真的怀孕也没什么两样了 看得出热巴是真的用心在琢磨这个角色呢 不过热巴就算演怀孕的角色 看起来也是少女感十足的呢 而热巴首次挑战孕妇角色 虽然是在拍戏过程中 不过导演见他这可爱的模样 那样脸立马就变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因为这段是在世戏 所以热巴就一边笑着一边吃东西 但是吃到一半东西就掉了 于是热巴也忍不住感慨 怀了孕就是不方便 吃个果子都要掉下去了 热巴虽然是无意说出来的 不过也是道出了真相呢 怀孕后的女生真的是非常辛苦了 一些小事做起来都是很困难的 要知道热巴现在还只是演的呢 不过相信热巴这次演了孕妇后 对于演戏的技巧和感受又会多了很多 因此真的很期待热巴之后的电视剧了呢 除了导演被他逗乐了之外 整个剧组的人员都被他搞笑的动作逗乐了 迪丽热巴果然非常可爱 不仅吃东西可爱 说句话都能这么幽默 真是想让人不喜欢都难了 不过当孕妇确实很不容易 每一位妈妈都是非常伟大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爱戴我们自己的母亲 多多关心她们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